母亲节前夕 身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副主任邱国祥贤抗力 特地到第三分局代表 警友站第三办事处 制赠母亲节加菜金以及营养品 副主任邱国祥贤抗力 个人更加码六千元母亲节加菜金 感谢警方的辛劳之外 副议长杨秀玉也向市政府 争取各分局编制除工的建议 同仁的一个母亲节的一个制衣 那今天特别送了一朵康乃馨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礼物 来祝这个所有的这些 三分局辖区内的这个 女警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那也特别针对我们 今天有特别我们的雏娘 因为我们知道名以示为天 那我们三分局这个雏娘 大家非常喜欢她 那特别有跟我提 说特别制证一个小红包给她 我们市政府针对我们就是 警察局的这个就是 我们的雏娘 因为我知道说一二三四分局 他们都没有这个就是编制 在编制内就对了 所以他们的福利相对的就是会 比较没有像警察局这么好 那警察局他们有编制这个月聘人员 那希望说 再次我有提案 那希望说我们就是 就是市府警察局这个区块 能够针对我们这个雏娘的部分 一二三四分局 能够给他们更好的福利 副议长杨秀玉认为目前只有 基隆市警察局有厨工编制 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 基隆市其他四个分局 也都能够编制厨工 帮忙煮饭菜 照顾好远警们上班执勤时的饮食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明镜时的见面 宝贤 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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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归